高铁昨天彰化云林段跳电造成30多班列车延误或取消 影响了三万两千人次 交通部不满了高铁的表现 要求今天之内要提出检讨报告 高铁在今天下午出面道歉 并公布昨天跳电停止的原因 他们归咎是在沿海跟潮湿是超过了预期 导致区分绝缘体失效 至于这个赔偿问题 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没有搭的区间票价 深深一举功高铁主管出面道歉 二号彰化云林段跳电停止 原因是沿海及失气造成区分绝缘器故障 造成三万两千名旅客受到影响 高铁允诺一年内各站都接受退票 没有限制要在原车站退票 但是对民众要求额外赔偿 高铁强调按规定只能退没有搭的区间 旅客资讯提供跟沟通不足之处 高铁公司会全力检讨持续来改进 有些旅客他是从台北要到左营的 那么因为到台中站我们就中断了 所以我们的规定是 就是要退给台中到左营站之间 这是我们的规定 高铁承诺加强应变措施 人员训练 但是会不会惩处失职人员 张焕光没有正面回应 只表示还要确定是否有人为疏失 而上个星期高铁才做紧急应变演习 不到一个星期就因为飞天在音速停驶 交通部直言对高铁很不满意 交通部也要求高铁一天之内 也就是今天内要提出检讨报告 高铁董事长欧静德表示会继续教训 不逃避问题 消息会则认为高铁今年已经跳电两次 都只补偿驱断车资或给优惠券 旅客空等的时间也应该列入赔偿 后面这个等待没有办法及早疏散的一个部分 看起来是台湾高铁 你这边的应变措施不够 你没有提前的宣布 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4号刚好要审查交通部预算 先前因为高铁涨价 朝野立委扬言拒审预算